驾 跟上 岳母大人在上 受小绣一拜 不不不 老神不敢 不敢不敢 祖老爷到 岳母大人 岳母大人在上 受小绣苏洪一拜 岳母大人 我说 兄台 你走错门了吧 你上这儿娶亲 我没问你 你倒先问起我来了 你也上这儿娶亲 你真是上这儿娶亲 你真是上这儿娶亲 我当然在这儿娶亲 我当然也在这儿娶亲了 你怎么会在这儿 我是下了定金了 这是我的亲事 这是我的亲事 你记得我是谁 你记得我是谁 这是岳母 岳母大人在上 请受小绣一拜 好吗 这儿 一 二 三 进来说 进来说 来来来 不不不不 不能进去 出去出去出去 岳母大人 不行 不行 不行啊 不行啊 看来 你们家万三 真有出息 我们家雪娥嫁给万三 也不会吃亏的 那当然了 大妹子 那你就给 选个日子吧 选日 那不如撞日 我说就今天 今天 今天好像太急了点吧 那就 后天 六六顺 六六大顺 对对对对 好啊 六六大顺 咱就一言为定 好 一言为定 真是大喜的日子啊 是啊 停停停 停停停 东家 把这铜钱给我捡起来 铜钱 哪呢 就在我脚底下 快捡起来 东家 我都没看见 你看 对呀 你们的眼睛都看不见 就是我这眼睛看得见 这叫见钱眼开 东家 走 走吧 东家 就会开了眼了 夫人 夫人 什么事啊 这么慌张 快 快看这个 哎呀 哎呀 嗯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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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挂个铃铛 哎呀 哈哈 漂亮亮亮的 好 杨哥 出发 哥 没有轿子 怎么把雪鹅姐接回来啊 哎呀 弟弟 你放心吧 你哥哥我 一定把你雪鹅嫂子 从昆山接回来 回来的时候 给你带两个烧饼 等着吧 出发咯 哥 路上小心啊 这 就在前面啊 快走 快走 这 一只羊 在昆山卖他二两银子 一两银子就地租台花轿 迎娶老婆 一两银子买他两大包棉花 回到周庄 两包棉花可以换两头猪 一头猪可以换十二只鸡 两只鸡可以换十斤离酒 这样吸酒宴客也不用成了 生意精也可以娶媳妇啊 这生意的事儿 只能在肚子里盘算 怎么能在道上乱捅呢 是啊 这小子肯定是个戳 好 今天碰到我苏冠城 也活该你倒霉 看我怎么教训他 哎 王行 叫轿子停下来 好 停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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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家 这是 这小子今天碰上我算他倒霉 一会儿你看 我把他那头驴月给你弄来 东家 人家都称你做苏半城 苏州半个城的财产都是您的 您怎么稀�罕一只羊和一头驴呀 商人做久了就一种习惯 这就叫见钱眼开 无力不钻 不过这毛驴骑在人家屁股底下 你有什么办法 王翔 叫后面教夫换时衣服给我穿 换衣服 快去啊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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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羊子不见了 哎呀 快掉头 掉头啊 驾 驾 驾 师父 师父 请问有没有看见一只羊羔啊 哎 是不是一只山羊啊 对啊 全身黑毛 对啊 脑门上还有点白毛 全对 看见了 有个人带他往山上去了 哎呀 多谢多谢啊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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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驾 驾 兄弟兄弟 你自己上山把驴交给我 下山的事我再交给你啊 对啊 你说的没错啊 谢谢啦啊 哎呀 快去快去吧 快去 谢谢啦 快去吧 快去吧 早点回来啊 哦 嘿嘿嘿 董家 关键 这 这 看见没有 我从他屁股底下把驴牵过来 哎 你到集图上把这头驴卖掉 把那头羊放在花轿上 算我给丈母娘的见面礼 这 哎 快去啊 去 哎 嘿嘿嘿嘿嘿嘿嘿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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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坏了 啊 放下放下啊 多歇会儿 歇会儿啊 大伙儿累了 坐下歇歇 喝口茶 快喝茶 喝茶 来来来来来 坐下坐下 哎 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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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又是什么事儿 这么大惊小怪的 您快看 哎呀 哎呀 看 看 我 Would you like to celebrate 他 被认死了 你 你 我 我 我 你 有 我 我 我 恭喜 同学 我的命怎么这么苦 孩子他爹 你也死得太早了 这么多年骗下我们孤儿寡母 多不容易 现在又碰上这么一档子事 我可怎么办 娘 娘 你怎么了 你说我可怎么办 我们赵家就你这么一个闺女 娘 你先别哭 有什么事你慢慢说 怎么了 你听我说 你就这么一个人 有没有分身术 你说 你能在一个晚上嫁给三个丈夫吗 什么意思你 你的话我越听越糊涂了 什么三个丈夫四个丈夫的 你是不是想前想的太急了 生病了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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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怎么办 天哪 骗子 把驴还我 这位兄弟 你说什么呢 你看我这哪有驴呀 骗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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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啦 看 这只羊是我的 干什么 真的 真的 好 我让你叫他三声 他要是答应了 就你的 神经病 这彩带是我绑的 绳子是我绑的 他全身心肺 头上有白毛 我每天为他吃青菜 不是我的 那是谁的 那还用说吗 一看就知道 头上有脚 身上有毛 你让他天天吃青菜 难道他天天吃鲍鱼啊 废话 你东家 该起轿 对 起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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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走 快走 在这世界上 哪有一女家三夫的道理 可是娘 偏偏将一个女儿 许配给三个丈夫 你到底是什么居心吗 孩子 是妈不对 是妈不对 这事啊 是怪妈 可是 也不能怪妈呀 妈怎么知道 这件事 会闹成这个样子呢 娘 事情已经闹到这样了 你现在怨谁都没有用了 最要紧的是 人家三家都要来娶亲 咱家只有一个血额 总不能把妹妹分成三份 一加一份吧 反正我不管 这三个人里面 我只认识万三哥 要嫁 我就嫁给他 哎 这个不行 这个不行 人家那两个人呢 也都是有头有脸的人物 我不管我不管 我不管呢 哎呀 这样 也只能听天由命了 我不管 我不喜欢的人 我不嫁 不嫁 哎 这也是命啊 啊 什么命不命的 都是因为你们 瞎答应别人的 哎 是妈的不对 可是 娘 我说把妹妹嫁给姓苏的 她是三个里面 最有钱的一个 哎 好啊 你喜欢钱是不是 你也喜欢钱是不是 好好好 那你们两个 加钱 一起嫁给她吧 哎 哎 这是什么话呀 哎呀 哎 现在这事也只能这样了 我看哪 谁家的叫先进门 我去把她 嫁给谁 那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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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问兄台 你娶的是哪家的姑娘啊 你娶的是哪家姑娘啊 我娶的是哪家姑娘啊 我娶的是昆山赵家的 我也是昆山赵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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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指父为婚的 我青梅中马 哎 我既非指父为婚 也不青梅竹马 那女子 可是昆山最漂亮的 我是独占花魁呀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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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三哥 你到哪儿去了 怎么还不来啊 雪娥说过 永远要等着你 可是现在我不能等啊 不是雪娥对不起你 都怪我妈 倩倩心强 才做出了这样丢人的事情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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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今天晚上以后 雪娥就是我沈万三的人 我的老婆 哎 什么意思啊 你说雪娥是你们沈家的人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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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等等等等等 你们就这么吵来吵去的把我送点割揽了 再说了 要分赵雪娥我也应该分个胳膊腿什么的吧 别忘了我是最早到的 哎 我苏毛要不是上有气管炎下有关节炎我应该早到 我管你什么气管炎反正是我早 我早 做买卖才要赶早逝呢 结婚呢 要情投意合才行啊 哎 兄弟 为了娶赵雪娥我可是往他们家放过定金的 我也放了定金 小子 我不但放了定金 而且没出生我们就已经说好了 哎 哎 都别吵了 都别吵了 我看哪 宋家苏家还有沈家你们三家都不能怪 要怪啊 只怪我一个人我太贪心了 事已至此啊 要解决这件荒唐的事啊 我看哪 只有一个办法 什么办法 那就是啊 一个也不嫁 这样既保全了你们三位的面子 也保全了我们赵家门风清白 好了 我这就把银子都给你们取回吧 哎 不行 你想赖婚哪 没那么容易 你们赵家一女嫁三夫 天女散花呀 告诉你这是讹诈 我要到衙门里告你去 啊 不好了不好了 出人命了 哎呀 妹妹 你这是干什么呀 放开我 放开我 你快下来啊 你别想不开快下来啊 放开我 雪儿 你这是干什么 王三哥 人家都说一女不嫁二夫 可是我却嫁了三个丈夫 你让我怎么办呢 好了好了别哭了 咱们得好好想想办法好不好啊 你让我死了算了 哎呀 死了也解决不了问题啊 对啊 你就是死了也解决不了问题啊 做大官人呢 你说说看 怎么解决 才能圆满呢 怎么做才能圆满呢 咱们就到官府去判个公道吧 保官 哎呀 这可使不得使不得呀 不 保官才好呢 我得让你赔我一切损失 我苏万诚从来就不做亏本的生意 升堂 跪下 对不起贾大人 宋某不能在你面前 下跪 碰死 还不快快跪下 只怕宋某跪下 日后你还不起这个礼 你 好好好 你可以不跪 待会儿本老爷断案的时候 让你常常厉害 哎 你怎么也不跪啊 哎 都是原告 他不跪 为什么让我跪 好好 你也等着 哎 算了算了 你也别跪了 他们俩不跪 你还跪什么呀 谢大人公平 原来你们三位 都是原告 那被告是何人呢 我们状告 赵氏 他 一女嫁三夫 状告赵雪娥 收了我的聘礼 你不认为你的闺女 还是个姑娘身子脸薄 趴在这大堂之上 你看 要是有个三长两短的 算了算了 本官也是个通情达理之人 一女三嫁 非她之过 都愿你这个做娘的不好 害了女儿 让一个未嫁的闺女 公堂之上抛头露面 这实在不妥 就让她在后堂听神吧 谢大老爷恩德 夫人哪 夫人就在后堂 老身本是假先令的妻子 你有什么冤屈尽管讲 小女子赵雪娥拜见贾夫人 你不要哭了 你先坐吧 坐吧 谢夫人 不要哭了 这么漂亮的脸蛋 一哭就不漂亮了 有什么话你就对我讲 夫人 夫人 赵雪娥不能一女嫁三夫啊 什么 一女嫁三夫 赵鲁师 你一女嫁三夫 有损门帝 有失妇道 有伤风化 也有碍于我大元朝的清廷世界 大人容炳 此事也另有隐情 老身就是再糊涂 也不能一女三嫁吧 假如此话当真 那你慢慢说来 我丈夫生前 曾在云南做官 和宋公子他爹 同在一个衙门共事 他们既是同僚 又互相交好 何有此事啊 听侍主把话说完 哼 你架子还不小 继续说吧 啊 当时啊 他们宋家 生下宋典 我们家 生下了雪娥 我们可是只妇为婚呢 那后来呢 后来 我丈夫死了 我就带着孩子回到了昆山老家 宋大人 就调人胡瓜 我们两家从此就再也没联系了 所以我就以为这个婚事吹了呢 所以苏某就向他赵家提亲 赵家一口应允收下了彩礼定银 我岳母并无过错 就是神仙也不会想到 多少年之后还会出了姓宋的小子 谁知道他是真姓宋还是假姓宋啊 请苏兄说话注意分寸 同时注意一个事实 谁属先来 谁为后道 苏静 在本老爷的公堂上 你竟敢审讯去别人来了 我倒要问你 如果他说的是事实 那这些年你都干什么去了 此事与本案无关 无论时间如何悠悠 宋某道友不会过期作废的婚约在此 怎么不会过期作废啊 苏某从海南买了一些香料 就是因为陈年失效 我还能找那混蛋去换吗 打住 假如本官没听错的话 这买卖香料一事 可以本案无关呐 大人明察 这与本案有关 苏某有婚约啊 赵老师 假如你说的都是事实 当初宋家与你久无联系 你才答应了苏家的婚约 这事你做的没错 因为女大当嫁 当嫁不嫁 反成仇家 这苏家的婚约有效 请问贾大人 宋某的婚约无效吗 诶 你的婚约资格更老 当然有效了 赵老师 本官再来问你 你既然已与苏家签了婚约 那为何又与沈家签了婚约呢 大人荣禀 此事啊 还是另有隐情 名女一人 苏老爷为婿 可是呢 本以为她回去就来轿子接我们闺女 可是啊 一等不来二等不来 我就以为这婚事啊又黄了 这一不过二 二不过三 那我呢 就又收了沈家一百零 两聘银 倾诉的 本老爷倒要问你 这一年有余 你为何迟迟不来取亲啊 假如一约而来的话 又怎么会有第三者的事情发生 大人在上 当时 苏某听说 官外有一批大豆便宜 就匆匆赶往东北 可谁知道 到了东北之后 又听说西北的木材便宜 就又从东北赶到西北 等我从西北再回来 这一辗转就是一年呢 好了好了 听本老爷宣判 案情已经明了 要是按着指妇为婚的话 赵雪娥应嫁送点 对 判得还算公正 可要按着青梅竹马的话 沈万三可娶赵雪娥姑娘 谢大人明朝 按聘礼先后 苏奔成曲 赵雪娥也是理所当然 对对对 赵雪娥应该归到我的命下 好了好了 你啰哩啰嗦的 赵雪娥到底该归谁 你说个明白 大人 这个你可得秉公平断哪 可说来说去 说到底 还是一女嫁三夫 这还是不妥 还是不妥 谢娥姑娘 你还有什么别的打算吗 夫人 小女子就算一死 也不愿意做一女嫁三夫之事 那就没有别的选择吗 夫人 我还能有什么选择 那好 我也正有此意 看来 此事 只能这样了 快去 快去吧 赵雪娥一女嫁三夫 有违规训拜会门峰 来啊 给本老爷重打武师大板 以敬孝悠 大人 雪娥姑娘是无辜的 少名恳请大人 暂停责罚 继续想场 不行 把赵雪娥给我拉出来 好 万三哥 万三哥 雪娥 雪娥 放开我 万三哥 给我狠狠地打 雪娥 大人 雪娥姑娘身子弱 难以经受 无人替她挨板子 万三哥 谁的罪过 谁扛着 这板子也是随便 什么人能贴挨的吗 救命啊 雪娥 雪娥 不要打了 万三哥 雪娥 万三哥 万三哥 禀大人 赵雪娥毫不经打 只打了三十大板 就弃绝身亡了 我的雪娥啊 你看看 你看看 你们三位争来争去 把一个好端端的女子 给折腾死了 这死人你们还要不要了 赵夫人 雪娥之死跟我苏某 可是一点关系也没有啊 您还记得苏某当年下的聘礼吗 雪花银五十两 苏绣一皮 罗杖一顶 大米巴生 还有一副罗筐一把匾带 人死了 仗还在 苏某告辞 赵老师 本官命你把苏家的聘礼 如数奉还 啊 小的知道了 哎呀 伯母 事到如今 也是情非得已啊 来 拿上这银子 后葬雪娥吧 以什么礼藏啊 是不是以宋不仁的名义下葬啊 荒唐 我跟赵雪娥成亲了吗 假如本老爷没听错的话 现在只剩下沈万三 沈相公一个人了 请大老爷恩准 赵姑娘随死 我沈万三 愿尽丈夫责任 要将赵姑娘 用四人抬花轿抬回周庄 要用唆呐 鞭炮 吹吹打打 热热闹闹的 让她在天之灵 也能享受一回 女人结婚的风光 本官答应你 你 万三哥 哎呦 你没死了 谢娥 救我 万三哥 疼吗 疼吗 哈哈哈哈 此乃毕夫人之计 本官断的这桩真婚爱 如何啊 谢大人明断 有情人终成眷属 今天是你们俩的大喜日子 本官恭喜你们 多谢大人 慢 好你个假如啊 来了 这位就是新任苏州总管 宋典宋大人 下官假如参见大人 传 昆山县正堂 假如 下官在 好个假如 围观糊涂 断案荒唐 即日起 隔去七品正堂之职 左右 再 拨去假如的官袍顶带 慢 慢 慢 怎么 宋大人 请您让个坐 这里还不是您断案的公案 放死 如果下官没有记错的话 总管大人 要想隔去下官的官职 必须禀报江南陆总管大人 方可奏效 趁下官现在还是昆山县七品正堂 下官还得办一件事 来啊 审堂 小民沈万三见过大人 小女赵雪娥见过大人 本老爷正式宣判 审万三赵雪娥一同金石晴赵日月 当结为人间夫妻永存欢好 谢大人 谢大人 恭喜二位王 贾大人 您为沈万三罢官 沈万三如果有金商发迹的一天 一定与大人同享富贵 来 没想到 便是后来者居上 世上的事啊 就是这么窝囊 如果不是沈万三这个穷小子 如今苏半成就是我的女婿了 那苏半成在苏州城啊 有那么多的店铺 如果不嫁给苏半成 那也要嫁给宋典宋大官人啊 那雪娥不就是官太太了吗 我呢就是大老爷的丈母娘 现在可好 我呀是丢了西瓜 剪了芝麻 娘你怎么能这么说万三哥 没关系啊 我以后一定要富过苏半成十倍 贵过宋典百倍 你小子就会说梦话 游儿 既然你妹子天生就是个穷命 咱俩趁早去庙里替她选个吉利日子 把她给嫁出去 咱俩也好省心 走 万三哥 我娘是我娘我是我 她说什么你千万别想不开 你怎么那么开心啊 来啊看看 多可爱啊 好可爱的小鹅啊 清白可爱的小鹅 你是说我是一只呆头呆脑的鹅 不是啊我只是想呢让你看见这只鹅呢 就想起我 想起我 你怎么那么肉麻 喜欢哪只啊 随便你吧 冰点冰来降点降看看谁来做大 滚 救你了 吃花生啊 不要吃手指 好了好了 想不到我赵雪鹅的命竟然这么苦 难得的一次终身大事 却搞得如此糊里糊涂一搏三折的 怎么会呢 辛苦后甜嘛 以后呢我们的日子呢 会越变越甜 一天比一天甜 以后的生活呢就一个字 甜 以后呢就没有初一没十五了 那以后初一叫什么 初甜 初二呢 初甜甜 初三 初甜甜甜 初五 初甜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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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甜 甜到死为止 来 为了我们以后的生活 甜一辈子 干杯 我不会喝酒啊 这杯酒你一定要喝 庆祝一下嘛 快拿着 今天的不同往日 要庆祝我们俩 经过了同生共死啊 来 我都干杯了 你怎么才抿了一口啊 不行不行快干了 快喝了这杯 我不能再喝了 再喝的话 我就醉了 难得这么高兴 再喝一杯吧 干杯 万三哥 好 那就干了这最后一杯吧 就不喝了 来 快点啊 我先干了啊 快点喝 乖 好 雪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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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乖乖的小鹅 知道吗 我走了 我走了 沈万三 你要去哪里 哪里 我怕你着凉 我去给你拿被盖 你要去哪里 说话呀 我有一件事情想和你商量 有什么事情 假蒙 我不想结婚 行不行啊 为什么 是因为雪鹅 曾就受了三家聘离 你嫌弃我 我没有这个意思 我真没有这个意思 我想出外做买卖 金商 做买卖 你 因为我太穷了 只有金母帝实在是太穷了 我不能这样下去 所以 我 我不嫌你穷 万三哥 我从来没有嫌弃过你 我愿意和你受穷 愿意和你挨饿 你越是这么说这么想 我沈万三越是不能让你受穷 我想和你商量 回去金商赚钱 一赚到钱就回来娶你 让你一到我们沈家 就能风风光光的享福 相信我 我一定会赚到的 给我一些时间好吗 虚恶 你是不是已经决定了 如果你已经决定了 我就不拦你了 省得你以后埋怨我 不过话说回来了 男人是应该有一番自己的事业 可是别人做生意都是有本钱的 你的呢 可以的 大本大做小本小做 你有多少 没有 一两银子都没有 我给你讲一个故事好不好 以前呢 有一个人他很爱做发财梦 他睡觉的时候梦见自己有一只鸡蛋 然后鸡蛋孵了一只小鸡 就这样鸡生蛋蛋生鸡 鸡生蛋蛋生鸡 他就变成了大富翁 可是这个梦醒了以后 他发现他唯一的一只鸡蛋 都被他家的小猫给叼走了 万三哥 你现在就是那个做着发财梦 可是连一只鸡蛋也没有的人 那个人就是你 你知不知道 我知道 我就是那个人 但是我佩服那个做梦的人 那是一个伟大的梦想 即使那个鸡蛋被猫叼走了 他还是会将他那个鸡蛋的梦想成真的 那你最大的梦想是什么你告诉我 做个成功的商人 一个成功的富商 可是别人做生意 还有一只鸡蛋的本钱 你去赤手空拳 你怎么和别人打 我有办法了 万三哥 这是干什么 本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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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我给你的聘礼 你怎么可以把它给我 我 没关系啊 反正你不说我不说 没有人会知道的 这怎么能行呢 不行不行 哎呀反正你也不再还给我 不行的 真的不行的 快放回去 雪鹅呀雪鹅 你可不着往外观 你还没挂门呢 就喝酒回来看我 你妈不是这么回事 你听我说啊 你妈 你听我说 你听我说 万三哥 你有什么好说的 你做贼还嘴硬 你骗不了了雪鹅 骗不了我 雪鹅呀雪鹅 你可把我气死了 我那么早就守寡 我辛辛苦苦的把你拉扯大 容易吗 可是你 你就是不给我一条心呢 你放着苏大财神你不嫁 苏大财神你也不嫁 你就看着这个穷神是万三了 现在倒好了 苏大财神走了 苏大财神也走了 他现在又要取回病理 我说你安的是什么心呢你 想毁婚是不是 你早说呀 早说你就不用这么虚情假意来娶我妹妹了 哎 你们不要这么说万三哥 他只不过是想拿这些银子 当做生意的本钱罢了 哦 你想做生意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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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 哈哈 就你 不是我瞧不起你 你们家连个鸡毛换堂的小生意都做不来 以前是啊 可由这代开始 由我沈万三这代开始 就永远做生意 永远做商人 一个富可敌国的商人就是我 沈万三 哈哈哈哈 就你 你比苏半城如何 你比苏州城的另一个大商人 陆德元如何呀 我想应该不差 应该不差 你做梦吧 你也不找块镜子照着你自己 看看你自己到底是不是那块料 穷人能穷一辈子吗 你怎么就知道 我一定不行呢 娘 万三哥说的对 穷人能穷一辈子吗 好啊 我看 你一定要嫁给这个沈万三了 他跟你说他能当皇上你也信 这么着吧 你呢 拿着一百两银子 在一个月之内 将它变成一千两 你就回来找血额 否则的话 你就不要回来取血额 娘 这怎么可能呢 在一个月之内 将一百两变成一千两 你这不是故意在为难万三哥吗 我就是要故意为难他 告诉你 就这么定了 这一百两 在一个月之内 要变成一千两 否则 我就要把血额 重新嫁人 万三哥 站哪去 你给我站住 你急什么呀 等他把这一百两变成一千两 他自然会娶你 这一个月一百变一千 只怕变性法也变不出来吧 我一定能 万三哥 你把这些都拿着 到时候路上可以做盘 你这是干什么呀 这是我自己的东西 你管不着 管不着 咋 姨妈 姨妈 你放手啊 姨妈你不要这样 你不要这样好不好 姨妈 我不会拿的 这才是我的本钱 一百两 一个月之内 一百两变一千两 如果我做不到 我不回来 万三哥 就算赚不了一千两 你也要回来 我在这等着你 好好照顾小鹅 再见 喂喂喂喂 你走那么急干嘛呀 是我带你去苏州 还是你带我呀 当然是你啊 知道你要赶回去 急着见你们家老爷 我心急 是你心急要见我们家老爷 去讨见那个月翻实力之法 是啊 幸好表哥是陆老爷 手底下最得宠的仆人 否则 我怎么能见到财神爷呢 是不是啊 快点跑 哎你这话说得好 要不然你们 老瞧不起我赵友啊 哎呀 真是上有天堂 下有苏行啊 哎表哥 这苏州城和咱们家乡州庄 完全是两个样啊 你呀 这简直是太繁华了 真是乡把老进城 大惊小怪 哎表哥 你说这苏州城一半是陆家的 一半是苏半城苏家的 究竟是哪一家姓陆哪一家姓苏 这总之差不多 单号呢就是我们家老爷的 双号呢就是姓苏的 哎表哥表哥 那他们谁的铺比较多啊 哎呀你烦不烦呢 一天到晚问这问哪 你早一点带我去见你们家老爷的 我就不问了 喂我说 哎呀又怎么了 饿 啊 饿 哎 前面就有免费的 我带你去好吗 走 啊 就苏州城连吃的都可以免费啊 看苏小姐这尊模样 不是观音菩萨转世是啥 不是菩萨哪有这般慈悲啊 万三你看 那个派州的千金小姐 就是苏半城的妹妹苏丽娘 不用谢 你要是真有本事啊 你何必纠缠我妹妹啊 对谢谢 你要是能娶苏小姐过门 那可是半城的半城 知道了 一句享福啊 你说什么 不知道了吧 这苏州城里不知道有多少男人都喜欢她 我要是能娶她 那可就衣食无忧了 哎对了 我给你拿碗粥喝 等着啊 喂喂 碗用一下 你干嘛 走走走 不要啊 不要这样啊 哎 哎不要这样啊 你这样怎么对得起死去的姨父呢 不要啊 咱们走吧 哎呀 好吧咱们走吧 一副全下有之一 一定会很伤心的 走吧 咱们这样不好 自己有手有脚的 为什么要别人的呢 好了 快点把碗还给人家啊 把碗还给人家吧 喂 不要这样 喂 不好意思 对大哥 实在对不起 你没事吧 没事没事 我拿手帕给你擦一下 没事没事 我这一身破烂衣服值不了几个钱的 倒是别把小姐的手帕弄脏了 你这手帕比我这身衣服还要值钱呢 行了 对不起啊 我不是故意的 那小姐不要挂心了 没事 我回去洗洗就可以了 先生不如你告诉我 你家住在哪里 你叫什么名字 回头呢 我叫人送一套新的衣服给你 好啊 不必不必 好好好 凭水相逢 乡下人的名字不值得一提 衣服就更不敢让小姐赔了 告辞了 小姐 她叫什么三 我叫赵尤尔 她不要银子 给我吧 好 也好 给 来 谢谢 莉娘 这两个人怎么演书啊 没见过 会不会是那两个冤家 又来到苏州城了 冤家 还说呢 我刚才啊 撒了人一身皱 哎呀 莉娘 你怎么又乱花钱 施舍那些穷鬼啊 啊 哥 我这么做不都是为了你吗 你做生意啊 我给你积德 积什么德呀 咱们苏家 祖上几辈子都积了德 啊 我告诉你啊 这钱可不能往外乱花啊 你没看见吗 咱们家扫地的下人呢 这扫地啊 从来都是由门外望里扫 好不许他们从门里往门外扫 行了行了 赶紧收拾收拾 一会儿还得去陆家 祝贺他们的新店开张呢 去陆家 啊 又有什么鬼主意啊 哎呀行行行行行行 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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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今天不送周了 走 喂 为什么不带我去陆家 反而带我来这里啊 不是说好要见陆老爷的吗 现在就带你去了 今天陆老爷在这儿又新开一家店铺 今天是新店开张啊 哎 这怎么会这样 这怎么会这样 怎么会这样 哎 把狮子放在门口 这怎么开张啊 不是刷头子啊 这怎么办 来 帮个忙 哎 你看人怎么出来 慢慢来慢慢来啊 爬出来了 来来来 哎 我来 这怎么说呢 我叫什么三 多多是叫 我只是个虎劲 不用害我马屁 老爷回来了 老爷回来了 哎 哎 老板 洛教 陆老爷 哎呦 陆老爷 他就是我们家老爷 陆德元 老爷 你小人回来了 陆老爷 这是谁搞的恶作剧啊 快点把他搬开 哎哎 哎 这谁能搬开 红狮子是石心的 搬不动的 石心 这 昨天晚上还没这东西 肯定是有人趁黑夜 把他运来的 对 可是运这么大的东西 把他弄到这儿来 肯定得惊动苏州上下 哎 你们就没有一个人知道 这东西是怎么运来的 而且这地上也没什么痕迹 难道 这狮子是从天而将 哎呀 恭喜恭喜呀 陆世伯 恭喜恭喜呀 我们苏陆两家 世代交好 这陆家开店 怎能少了我们苏家 前来祝贺呀 哎呀 世之何必客气 不过 不知道 是谁不安好心 哎 故意放了这头不解人意的畜生 在我家店门前 哎呀 真是好心办了坏事 我真是诚心诚意的给人家送礼 没想到 还敢说是诚心诚意的给人家送礼 再这样 嘘 哎呀 素班长 原来是素氏实的个人呀 一个真是 别出心裁呀 不知这陆一拜 有什么解决的办法呀 嘘 苏州两大财主再次比拼 有好戏看了 是啊 陆世伯 谁都知道 这铺子是块旺帝 本来我们苏家想把它买下来 可惜晚了一步 不过送礼倒不晚 只可惜礼物放错了地方 我呢 想搬也搬不动 如果陆老伯 想不出办法把他搬走的话 那就只能委屈你开个后门 那这旺铺可就变成了 宋老板 你不是村庆找啥吗 你 你们休得无礼 陆师伯 如果你实在想不出办法 把他搬走的话 不如把这家店转让给在下 谁啊 这谁啊 既然我一夜之间 能神不知鬼不觉的把他搬来 我自然有办法再把他搬走 宋老板 宋老板 真是神通 竟然一夜之间 把同师送到这条大街 把我家门口堵上 而且地上还不留痕迹 你真有本事 所以呢 陆师伯 还是成人之美吧 把这家店铺让给在下 先知不必替老夫操心 你的礼物我收下了 陆家新店召开 生意照做 这狮子虽是实心的 但是却是铜皮千辛 华而不实 须有其表 祖先知 也亏你想得出 先弄个铜皮狮子 然后再往里头灌满了熔点极地的铅水 所以你才能在一夜之间 把这狮子搬到这街道上来 本来呢 我只要如法炮制 把这个铜狮 看出来 容调弄走 可今天是老夫新店开张的大好日子 这容狮又不祥征兆 不如老夫就来个飞天狮子 作为今天开张的特别节目 这五龙五狮我听说过 这飞天狮子闻所未闻 不明白了吧 伙计们 在 你们到各店 把搬运货物的滑轮 都弄来 好嘞 关你什么事 你知道东西放哪了 各位邻里街坊 老夫今天新店开张 又承蒙苏世纸 送来同师祝贺 为了添加气氛 在下也表演一首 飞天狮子的戏法 妄能获得君子一孝 我来 你怎么什么都是海角 老爷这个我来 好 要不当心 是老爷 你放心吧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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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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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为什么拆我招牌 什么 我陪你就是 各位 现在碧店正式开张 让大家久等了 你鼓什么场啊你 我为什么不能鼓掌 他这个办法就是聪明 有敌人就是棒 好了好了跟我回家 我不回去嘛 我有话跟你说走 好 好 给我来 陆老爷 刚才看你主动帮忙 你想替我拜师吗 我只想问你一个问题可不可以啊 就是 如果我有一百两银子 有没有办法可以跃得十番之力 赚得一千两 明天下午 你到陆府找我 如果你运气好的话 别说十倍百倍千倍 都不在话下 你这傻丫头 你怎么能当着这么多人夸他们陆家 那可是咱们苏家的死对头 你这不是长人家的志气灭自己的威风吗 我 东家 我看小姐年纪小 天真质朴 你给我闭嘴 我的好妹妹 你还小 咱们家探祖的来历 你还不完全知道 咱们苏家跟陆家自打探祖那一辈 就已经结成了死仇 这件事 王管家最清楚 对对对 所以啊 无论咱们用什么手段对付陆家 那都不为过 哥 可是你知道吗 自古冤家一解不一结 小妹有一个一举数得的妙计 既可解开苏陆两家的冤仇 又可把苏半城变为苏州城 你说说开 你想想看 自古陆家世代为商 与咱们苏家生意上不分彼此 可到了咱们这一辈上 就给咱们苏家一个绝好的良机 让他们陆家有女无男 没有后裔 如果你能将陆家的独生女儿 陆春香娶过来的话 岂不就和苏半城与陆半城 为苏州城了吗 对啊 对对 这陆春香虽说脾气上像个男孩子 可是长相却是倾国倾城啊 我要是把她能够娶过来 怎么样啊 妹妹 还是你聪明 要不然爹妈活着的时候 怎么总是夸你呢 老爷 忙了一天累坏了吧 快喝碗银耳羹解解乏 哎 夫人啊 以后这些小事交给下人做就行了 你何苦势必公亲啊 哎呀 其他的事啊 下人可以做 但是事后你的事 还是我自己做放心 春香整天像个假小子似的 又去哪儿了 你那女儿啊 从小对做生意感兴趣 今天在德元泰掌店呢 这两天她不是在苹果行住是吗 怎么 哎 你这女儿啊 就是比男孩还要强 哎 可惜始终是个女孩 我知道 你在为春香的终身大事着急 别急 我心里有数 你呢 就 放心吧 小姐 小姐快啊 快去路家门口看看 小姐 你拜过祖宗吗 荒儿快点 小姐 你拜过祖宗吗 小姐 你拜过祖宗吗 好了好了 我知道了 荒儿 我们回去吧 好 祖宗神灵在上 赐给我们苏家这天赐良机 今天 就是咱们苏家收复路家的绝好日子 只要祖宗保佑 我能够取得路家旗杆上的明珠 那就离我去他陆家掌上明珠的日子不远了 到那个时候 我们家就是苏州城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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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爷 苏爷您请坐请坐 这陆家搞什么名堂 苏爷都不知道 我们就更不知道了 给您盛一碗河豚鱼 冒死吃河豚呐 我苏板城的命就这么不值钱 你再拿我做实验 苏爷您不放心 我先给您尝尝 慢 老板 馒头怎么办啊 是沈兄弟啊 在昆山享受了宴福 又来苏主看热闹了 是苏老板 让苏老板取笑了 不弄两个馒头尝尝 我自己买 几文一只啊 两文一只 这馒头这么小啊 小 拿起来舒服啊 苏爷说得对啊 小拿起来舒服啊 怎么一碗 一碗钱熟起来容易啊 那人虽说是穷鬼 也是苏某的朋友 去 咬一碗河豚汤 给他咽咽馒头 就他 别糟蹋了我的河豚汤 哥 今天好热闹啊 这么多人 是啊 舐人 哎 丽苏 送了河豚汤 给那人艳艳馒头 给那人干嘛 哎呀 去吧去吧 去呀 怎么大猪子 砸一件也值啊 这笔先生啊 我给我请你喝河豚汤 怎么是你啊 真是巧啊 上回你请我喝粥 这次呢又请我喝汤 多谢啊 上次是我对不起你 不好意思 没事 这河豚汤很烫的 你小心点喝 多谢姑娘提醒 大家好 大家好 各位街坊邻居老少朋友 我粉狐路德园 世代经商 虽说不上家产万贯 但是也博有资产 今天借着天高气爽 找个乐子 让大家高兴高兴 这个期杆大家可看清楚了 有树杖之高 旗杆顶上搁着那颗珠子 价值五千两银子 诸位当中无论是谁 如果能安然无恙地取下那颗明珠 但是注意 不能攀爬 不能搭架 如果有损坏明珠者 当暗价赔偿五千两白银 如果哪位能轻松地摘取那颗明珠 我路德园将给他一个出乎意料的许诺 说中奖也好 说中赏也罢 说赠予也行 这许诺的内容现在就在新任苏州总管宋大人手中 现在有请宋大人 我再说一句啊 我说到做到 绝不食言 好 请 好 哥 各位好 这路家又在并什么心态 大家可以放心 照我说 这许诺的内容 虽然本官也不清楚 是想用这个办法 去巴结那个心上认的 什么宋点 宋大人吧 本官将当众宣读 先别急啊 担保陆老爷 斗不过 却无食言之礼 先看看 最后是什么解读 现在开始 谁想接租仙灯 摘下这颗明珠啊 对啊 不妨试一试 这也不太高了 我跟你说 拿个东西打 拿个箭把他摄下来 看 看到没有 那上次喝了河腾汤以后 什么事都没有 这怎么办呢 老板 来两碗河腾汤 安然 你小心点 是啊 不能爬 也不能扎架 你说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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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能飞上去吧 河腾汤可真香啊 这是怎么办呢 高人吧 那你 打起来不就摔坠了吗 不行不行 你拿手机啊 你千万 那你打起来的猪我摸猪 你别去 是 沈兄弟 这河腾汤的味道怎么样啊 你认为如何 鲜嫩无比啊 非常的好喝 不过 要是弄不干净 可是有预毒网 要不是事先有人试过 我还真不敢吃啊 好 你们吃了 当然吃了 那我可以吃了 那掉下来了 掉下来了 摔碎了 真是鲜呐 你 你刚才没吃啊 你没吃 我怎么敢吃呢 现在可以喝了 我看你啊 将来一定会是个大人物 是吗 多谢姑娘啊 好 是大人物 咱就旗杆底下见 哥 陆前辈 宋大人 咱们又见面了 陆某一时高兴 出个小题 没想到苏老板也会大驾光临 晚辈能不能试试啊 哎呀 天下人一视同等 苏老板请 可是晚辈想知道 宋大人手掌里捏的是什么锦囊妙计 陆某的雕虫小技 就凭你苏老板的智能 定能举手之劳 好 哎 苏老板 我刚才说过 不得攀爬 不得攀爬 哎 丽娘 赶紧回家 叫人给我送二十张桌子来 哎呀 不行吧 哎 苏老板 我刚才还说过一条 不得搭架 对 不能攀爬 也不能搭架 哎 哎 我有主意 哎 这倒是个办法 这倒是个办法 我就这么高不得攀 这也很高不得攀 这也很高不得攀 你这才想笑啦 你看 为什么 哎呦 这不是玩意 这不是玩意 这不是说发挽她吗 怎么没有钱 这需要花眼摔着 一辣 走 走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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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哎 你小心点啊 Tae 哦 新家 说了吧 两点点啊 zeg4 哎呦 哎呀 看下 这一辈子 你活的就是一口气 街南晚南 看看可可 你都要定国情 你在风雨中长大 从逆淋的路上爬起 你会无处其中的道理 都说世界有希望 好点尽力去寻找 各位给我鼓鼓掌好不好 好 好好注意 好好注意 前辈让开啊 请你让开啊前辈 不许骑我 不许骑我 你不许骑我 给我加油啊 不许骑我 你别拿 就是啊 你 你 周老师加油啊 加油啊 我用力了 加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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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不许骑我 否则 要捡了你 你 不许骑我 否则我杀了你 你 你 你如果不娶我的话 我 我给你一百两银子 死定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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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恭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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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陆老板 这位壮士佼佼不群 是这场比赛的唯一得胜者 陆老板 这次比赛的彩头就是这颗明珠吧 不 这颗明珠你还得还我 你所得到的彩头 远比这颗明珠要贵重百倍千倍 根本不能相提并论 你放心 我陆某人说话算话 绝不食言 来 跟我来 宋大人 我们回来了 回来了 各位乡亲街坊邻居 这次比赛的结果出来了 宋大人 可以宣读结果了 又是你 臭小子 现在有宋大人 宣读老夫的诺言 好 快快读吧 快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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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大人 您就读吧 我陆某人绝不做食言而肥的后悔事 凡是能够安然无恙取下明珠者 便将我陆家掌上明珠许配给他 成为我陆家的成龙快絮 快读吧 小姐 干嘛 小姐 换衣服呢 不好了 老爷已经把那个得猪之人 按照顾业的礼节接进府中来了 快快快 快去厨房拿彩刀 好好 拿彩刀干什么 快去呀 好好 年轻人 你可要看清楚了 我陆德元以年纪花甲 西夏就这么一个女儿 往日登门提亲的人络绎不绝 都被我拒之门外 我陆家百万家产 现已难以找到可托之人 所以才出此下策 让天意决断 谁取了明珠 陆某就择他为序 陆老板 您误会了 在下沈万三贸然出手抢了明珠 并不是为了前辈纸上的承诺 所以不能迎娶陆家小姐 诶 此话怎讲 其实沈万三这次来苏州 并不是想做您的成龙快婿 而是想求前辈回答我一个问题 哦 究竟是什么问题 比我的闺女还重要 陆家世代经商 陆老爷您名震大江南北 我想问陆老爷一个问题 如果用一百两银子做本钱 我应该如何经营 才能在一个月之内赚到一千两银子呢 小伙子 这一百两银子的月得十番之力 就如此重要 你可要知道 我陆德元今生就这么一个女儿 娶了我陆德元的女儿 就是等于娶了三间当铺 五座米坊 六家饭店 十二家绸庄 还有珠宝行 等数不胜数的产业 孰轻孰重 你也不掂量掂量 不需要掂量 我其实很简单的 不想靠女人发达 晚辈只想知道 如何把一百两银子 在一个月之内 赚得十倍的利钱 我刚才已经说过 这月得十番之力 真的如此重要 非常重要 陆家的千金小姐 就比不上你这一千两银子 陆老板莫怪 在下确实是这么想的 放肆 你可知道 这苏州城上下 有多少官宦子弟 豪门子弟 都被陆某拒之门外 不过在下不是官宦子弟 也不是豪门子弟 所以不敢高判 这么说 你要是事先知道结果 你就不会凑着热闹 摘那明珠 绝对不会 因为在下 已经有婚约在先 我和昆山赵姑娘 已经定亲 就是 其实这小子 还是我的远方表亲 是很远的表亲 没想到现在 他成了我妹夫 婚约可以解除 娶妻尚可以休妻嘛 婚姻说定就定 说除就除 那一纸婚约还有什么用呢 人人都可以休妻 不过我沈万三不会 因为我只爱赵雪恶一个人 难道 就没有回旋的余地了 的确没有商量的余地 沈万三 你真的就不感到遗憾 非常遗憾 觉得后悔了 绝不后悔 我遗憾的是 连陆前辈 都说不出一个月之内 如何将一百两银子 变成一千两银子 我想我能够做得到 求人不如求己 越得十番之力 小伙子 你还嫩点 大有大做 小有小做嘛 好了 我相信我一定能够做到的 陆前辈 咱们就下个月的今天再见 一言为定